大家好,我是小春 我們來看一下陸服今天的登入畫面 是不是周紫若黃龍 跟我們昨天介紹的一模一樣 這是一個背影殺手的概念 好,我們直接來看這次陸服的更新有什麼改變吧 首先,時裝這邊出現了一件小紅馬 這隻估計就是刺兔馬 己方後排目標在攻擊時無視目標10%互獎,持續日戰鬥結束 這個屬性說真的蠻廢的 估計只有打後排像艦隊那種才用得到 再來,咱們來看一下萬劍窟 有放出了一些裝武 有沒有看到 三神聖 也有別人刷到了 明尊無忌 還有周紫若那些的專武都已經放出來了 只不過 估計只有改版 那時候放得出來 現在刷已經刷不到了 好 給各位看一下重點 重的重點 海格密室 有沒有看到 至真壁 最尷尬的是 他竟然用棋子來買 但是2000棋子會有25個自真幣 可以在自真商店兌換獎勵 這個估計就是以後神話進階的那個真要用了 硬幣了吧 可是他跟棋子放在一起 一邊又要買陰陽單 又要買自真幣 然後每周可以買5次 所以每周這個要1萬 這個要1萬2 你全買的話 棋子至少要2萬2 這怎麼夠啊 不過估計大家應該會放棋陽單吧 直接買自真幣 自真商店估計 明天才會開放 嗯 感覺 如果比率不錯的話 應該可以搞一下 至少看到這種東西 至少可以理解為免費的 也是不錯啊 我原本以為 要大量儲值才會有那些真的角色啊 再來咱們來看一下俠客畫卷 有沒有看到 黃龍 跑出來啦 然後 這邊的還好 神雕這邊 欸 怎麼沒有呢 啊在這邊啦 周子洛一天的 啊這個就是三合一此怪 三神生四眼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隻新的啊 怎麼看不到啊 估計圖片還沒做好 來 最後再跟你們介紹一下 金龍寶藏 一直有人很關心的問題啊 鑰匙到底可不可以留 鑰匙這個問題 我上一次在陸符是沒有用的 然後這一次是一樣可以用的 所以 在陸符 它是可留 可用 然後至於台符 我上次又留了一把 然後道具沒有消失 所以台符是可以留的 估計要等到下次金龍 我才知道能不能用 但是如果按照陸符的設定 這個鑰匙也是下一次可以用的 那相對的來說 你只要分兩次儲值 你就不用客到元寶三萬 你估計每次儲個五千 大概可以開一輪吧 兩 五千不曉得有沒有五把 反正你就客到五把的價錢 估計兩次開一輪 這樣也蠻省錢的 那如果你在更小顆一點 那你可以鎖定目標為 克三次 然後開一輪 克三次的話那就更省了 你一次只要除大概三把就好了 估計也就來個四千塊上下吧 呵呵呵 超級划算的 不過目前我還不知道台服能不能用啦 可以留國感保證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用 然後如果有 人有留過 或是有人有 如果有人有留下 然後下一次還可以用的話 歡迎頻道下方留言告知大家 這個是天天大的好消息啊 好 我是小春 咱們下次再見 掰掰 咱們下次再見